就这个五花肉啊,你可别种炖的吃了,今天教老铁们一个新的吃法,香辣酥脆,那可老好吃了,保证你一学就会 更隔壁王嫂要了一条五花三层肉,咱们先给它顶刀切到厚一点的油片 记住了啊,千万不要切的太薄了,要不然一砸就赶不了 切好的五花肉加上半勺的生抽,少许的蚝油,再加半勺料酒,少许的盐和鸡精调个味儿 王嫂说,没有四三香,吃又不香,咱们就少放上点 最后咱们来打一个鸡蛋,加入半勺的玉米淀粉 把这个五花肉给它抓匀,记住了啊,这个淀粉不需要太多,薄薄的一层,口感更假 像我这样四一下油稳,这就是六成热 这个时候咱们把五花肉一片一片的下锅炸 你就记住了啊,在家做这个过油菜,千万不要一次下的太多了 第一锅给它炸的定型,然后咱们给它烙出来 随后咱们再下第二锅,这样分皮碗锅里下,它就不容易粘连 等全部炸好之后,把之前炸好的五花肉一起给它回油 家们,咱们在家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,踢住一点 在下锅的时候一定要油稳搞一些碗锅里下 这样这个五花肉不请油,吃的口感不腻 我把做菜的每个技巧都分享给老铁子 有双鸡的话,记得给小胖点一个呗,小胖感谢大家 全程开中火,大约需要两分钟左右 把这个五花肉炸熟,炸至定型,然后咱们给它烙出来 等油稳回省,再给它炸第二遍 这是稀疏嘎猫吹的关键 第二遍也给它炸两分钟左右,给它炸的干一点 稀疏嘎猫吹的五花肉,这样吃原汁原味那可老香了 今天咱们再来一步,那更小 锅里少留点底油,下入五花肉,咱们只在辣椒面咱们多放点 再来上一小勺的五香粉 就这个五花肉稀疏嘎猫吹,那可老香了 这要是弄它二两,高低能把皮鞋给咱们喝掉了